来 准备 三 二 一 走 大家好 我张好 大家好 我是吴迪 我们这次又请到了吴迪老师 这个昨天的青老啤酒如何 安排的满满灯灯的 每年一次 这个春生和远疆交替进行 法力无边 然后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 然后我们也请这个吴迪老师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C型 这个C型请一把 是Lakewood最近这几年 刚出了一个情形 C32小琴 吴迪老师你对这个C型请的 这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Lakewood的 这个小琴体 我刚刚已经谈了一下午了 刚拿到手的时候 那就第一感觉 其实跟Lakewood所有的琴的感觉一样 非常精致 有很好的汽水 还有细节的做工 然后也谈谈谈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音色 慢慢感受一下 对对对 再让吴迪老师给大家弹一弹 它确实是比这个 标准的M童要小得多 但是它好像它这个有效的弦长还是一样 弦长是一样 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刚拿到手的时候 这个感觉就非常的明显 因为它的琴体比较小嘛 实际上正常咱们弹的时候 因为同样的力量去弹 就驱动更小的面板的话 实际上小琴的这种能量感觉 是强于大琴体 再加上还有比较薄的琴体 所以高频的应该是在800Hz跟1600Hz的这个感觉上会更好 所以听上去会更甜 再弹一小段哈 但是我感觉它的低频好像并不差 这应该是跟它的弦长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对 它是印度自弹贝斯坦嘛 所以说它这个低频的话是有保障的 但是它高频更突出一些 更甜美一些 对对对 我非常喜欢甜美的感觉 再试试这个吧 对 再试试标准法 其实M32的声音本身也是很甜的 M32 CP已经是Liquot的一个标杆 或者标志性的一个代表作了 应该是啊 在国内的普及度也非常高 对 我们看一下 它明显的低频要多一点 对对对 但它的高频这块就没有这个小琴的这块 那么突出那么甜美 不是一个风格 对 它这个舒展的感觉会好一点 嗯 它的有包裹感 对 包裹感应该可能是因为它 250赫兹的这个频段 会多一些 对 再弹一弹 再弹一弹 这两把琴就是 如果要是你选的话 你会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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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呢 我都选 哈哈哈 我都有 其实这两把琴 我觉得啊 当然这两把琴可能并不是特别难选 因为它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单说这个小琴吧 比如说 它更可能更适合 有一些特殊 在音色上有特殊的需要 或者他以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一把 正常标准的琴了 嗯 你想做一个音色上的扩展 跟改善 这种我觉得它很适合 为什么呢 如果做改善的这种选择的话 选择风格迥异 差异越大的话 其实也是 对 这一把琴是远远不够的 对 所以说需要很多把 对 对 再一个比如说 它确实很小 对 对有些可能 比如说喜欢弹唱出唱歌手 我觉得比较方便拿出去 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去聚餐的话 我可以拿这个琴 是吧 来个弹唱什么 来个弹唱 对 比较方便 对 它可能Lake Wood 它毕竟也是一个 更精致 更有个性的 音质有保证 对对对 然后如果像M32的话 我觉得 如果是初学者去选的话 我觉得可能M32可以更稳妥 它毕竟 它的毕竟 音色设计更平衡 更平均 它所擅长的方向 应该也更多 我觉得 如果是第一把琴的话 可以买这个 第二把琴的话 可以买这个 可以买这个 对对对 然后最好还是两个都来 哈哈哈 对可以先买这个 再买这个 是吧 对 好 好 那这样我们这个 这一期的这个访谈 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嗯 是的 对 嗯